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伟哥 我的等级 我的回应忍者手游的等级 刚顺了一滴 现在就可以玩一下这个传说忽本 传说忽本里面的传说中的忍者 蛤蜊仙人降临 我们看一下挑选一个 迷人有这个剧情嘛 所以我们就与迷人网 把这个字来也是回来说话 这应该是剧情吧 还叫他看着走住 我去接上他们 叫他迷人来打 蛤蜊的长道 这个白头 都是白头小兵 白头小兵很会吞死 迷人现在很少迷人玩 小迷人感觉不知道怎么 刚开始玩的游戏还觉得迷人还太好运 但是 后面越打到后面越走 他的距离太短了 他的螺旋网级也没太短 所以迷人不是很奇怪 还没迷人阻住好迷人 现在又有别的忍者 就一直用别的忍者打一下 我看见应该是右吧 你去脱右 难道是我们要打到鱼无忧 你看极限挑战很多都是打右 这段小兴 然后我的秘笔也换了一个 又出了一个新的可以跟踪人的 以前打决斗场的时候也有 他们一直放这个秘笔 就是放一个火在那里 只要你能靠近那个火 就会一直喷你 就剩一个没打 刚才没打到右 这波不是打右 就打这些白头型的 时间已经过了1-2分钟了 早点解决 竟然可以打破 这漏臂逃掉 耗射先人 让他逃走了 耗射先人 耗射先人在这里待着 这一关就这么轻轻过了 还想以为要打那个右了 那现在就没打 就这么过了 看下一个部分能不能过 又要升级了 那好吧 我们今天就演示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